之前有講到組織不會和解,對不對? 因為不會和解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希望他可以受到一些法律的制裁這樣子 對,因為如果用和解針就可以解決的話,我覺得我告這個就沒有意義了 他是有透露過想跟你和解的意思嗎? 沒有沒有沒有,因為一般大部分的都會覺得像這種案子的話,就是總和解路線比較好 可是我的認知就是我會這樣我就要告他為什麼我要和解 對,而且他罵我是非常侮辱性女性的字眼,所以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你那時候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 就傻眼啊,怎麼可以這個兩個字那麼脫口無粗 對啊,而且他又是公眾人物,而且那時候正在直播 他那時候直播的時候一堆人在看 然後我的手機,我的IG最多一篇留言就是一千多封流眠 一千多封留言,然後裡面有八百條留言都在罵我 然後因為他的原因,我還就是什麼被創改為幾百科 所以我覺得他帶風向跟那個粉絲的力量蠻大的 就是有造成我很多的困擾,就是很多壓力啊 對,而且我像我今天的話還是會給那個就是檢察官那個 因為他這件事情我有點小憂鬱 所以就是我有在吃一些憂鬱症藥 就是可能會給一些證明啊,就是給一些憂鬱症藥 就是有在開,對壓力蠻大的 因為他這樣子的語錄壓力完全帶風向 其實那我的工作,那我的工作有點難做 就是我出去我也會怕 我出去像這樣子人多的地方 我都會覺得說你們是怎麼看我的 就是你們真的看我是怕吧這樣子嗎 對,所以就是想法是很簡單 就是想要把這件事情趕快做一個解決 然後希望台灣司法給我一個公道這樣子,對 會不會覺得很意外,當時是挺超哥嗎 講了一句覺得他被打活呆 然後引發後面這麼多的憤怒 其實對於那件影片的,我只是做評論而已 然後我也沒有說,我也沒有說打人是好的事情 可是他這樣子用嘴巴攻擊別人也很不好 對,那我也有說超哥打人是不對的 然後我也有說,可是Toyz這樣子罵人家意思不對的 所以我是針對評論去評論的 可是我也沒有去攻擊他 對,而且針對影片的前面 那個是,那個是同神講的 同神說他是什麼什麼狗之類的 我才說,欸我有聽說人家講他這個事情 不然我真的不認識劉維健這個人 這件事件的話是超哥有打他 我才知道劉維健是怎樣的人 就是他是直播主,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想到他的語錄壓力可以帶到那麼大 對 那大家都看到入獄了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結果台灣司法終於公正了 台灣司法終於公正了 因為他之前的事件的話 很多人都很疑惑為什麼他都可以 就是一直還在外面講人家怎麼樣 然後還在那邊開直播 然後他的事件到現在才暗領 所以我覺得就是台灣司法的公正 就是來的是之後 對,然後再加上我這件事情的話 就可能必須 可能必須要也是要做了結啊 趕快做個了結 就是我也不想要就是引起什麼風波之類的 對啊,就是希望他進去好好做人 出來以後就是可以 嘴巴就是不要再有那個攻擊人這樣子啊 就是可以做一個正當的評論 評論家這樣子 不要就是想到什麼就想到什麼 就罵出來 因為被罵那些字真的很難聽 對啊,我的下面留言每個都是 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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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臉書什麼什麼什麼 連我代言的案子下面也都是這些留言 對 就是對我的工作影響 還有我的身心啊 還有就是身心具體啊 就是很累啊 因為每天看我還在想我要不要刪這些留言 雖然不要刪掉好了 來拿它當做證據 就很累啊 就是這樣工作其實對我很傷 然後對我的壓力也是非常的大 對對對 就是很很難過啊 他這樣子其實讓我那一段日子其實很難過 有刪過損失多少是工作因此少了幾個啊 業配的工作的話 就業配 所以 業配是少了五六講 對 可是 他也不是跟我做切割 只是說 這樣子先 等風浪過後 對對對 因為 有一些 業主他們就是比較 比較 他們也是會喜歡話題性啊 所以我還是有接到一些業配 可是沒有到完全的 沒有接到 對對對 然後 主要是他在下面留言 就是還有罵到我家裡的人 那我壓力很大 家裡的人啊 還有父母啊 還有什麼我全家啊 什麼什麼 再加上說 什麼以後生的小孩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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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還有創改維基百科 我覺得那個也很扯 就是人家搜尋到了什麼 認證什麼啊 什麼 什麼 專門公演人夫啊 我的經驗啊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這些 這些應該不是他做 就是喜歡他的粉絲做的 然後 來攻擊我這樣子 對啊 對那些粉絲 我也有 就是要跟他們提告 就是 創改維基百科 只是他們在那個 他們在那個 訊息有跟我說對不起 所以我到後來 我就想說 原諒他們好了 對啊 至少他有說對不起 而且我覺得 主要還是留我一件這個人啊 就是他這樣子帶風向 我就是今天想要來這邊 就是做個了解 對 還是希望就是 希望判決出來的結果是好的 這樣子 對對對 不然 這兩個字如果 一旦 如果 如果 判決不成立的話 我覺得 社會 讓社會風氣非常的不好 大家就覺得說 那到處罵人家不好吧 是OK的 對對對 謝謝大家